这个是这个巴基斯坦友人的车啊 他说他要送我们到住的地方 现在我们坐在他的车上 他是在我们在办电话卡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兄弟 怎么称呼 和中国我们中国的朋友打个招呼 你好你好 他可能有一点害羞 但他中文说的真的很好 他在那个中国的重庆工作 差不多工作了八年 然后他看到我们是中国人的话 就要送我们到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地方挺远的 然后和他也不是很顺路 但是他还是想送我们过去 非常感谢他 然后他的车里面放的也是中国的歌曲 老周现在采访一下我们的巴铁兄弟啊 兄弟你以前在中国待了几年 在中国待了差不多八年多的时间 哇那你在中国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以前在上水然后后面就走毛衣 那你喜不喜欢中国呀 挺喜欢的你知道 有没有就是谈过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是处对象 谈过呀 那你觉得怎么样就温不温柔就是还是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挺喜欢中国的 挺喜欢的比较开朗个性这些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疫情 比如说我们中国是管控很严 你是怎么看待 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 很多外国人也在开始离开中国了 那个时候我就在中国 我知道我应该不会有很问题的 中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可以很快可以控制这个疫情 所以疫情的时候我都在中国的 挺安全的挺好的 而且每天很多人打电话 就是中国的警察出入境管理你们多好吗 什么什么 就这样那样夫子的来无不觉得应该没有这样的 对 然后等这个中国的疫情控制下来了 然后外面国家这些又爆发了 对 新冠的话你就怎么看待就是被感染了对自己好不好 还是严谨一点像我们这样戴着口罩 还是就是像其他很多外国人一样就跟本来 他们就不管就得了就得了 把人就安着 你看我刚才不是说我在中国待了8年吗 所以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光这些 我觉得必须要注意安全 安全最重要 因为你这不是一个人 对 你可能承认给别人 所以你一定要戴口罩 对 管别人管自己管自己的家人 对 都是挺好的 对非常非常负责任我们这个八点兄弟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要像其他人一样 就是不管不顾 就是得了新冠以后 他会还会传染给别人 我们最好就是能不得就不得 就尽量戴上口罩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给我们这位把铁兄弟点个赞 希望你们在巴基斯坦待的世界开心快乐 然后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 好的好的 谢谢布拉格 我们八点兄弟非常好 非常的热情 反正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问他 他都会尽量的帮助我们 我们的这位八点兄弟说他非常的喜欢中国 特别是云南 刚好老周就是云南的 以后他来云南的话 就直接好好带他在我们云南玩 住在我家里面 让我尽一次地主之仪 好 谢谢啊兄弟 拜拜 有空常联系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